大家好,我是鲁肉姐,欢迎来到鲁肉姐养生堂 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便秘 便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便干燥 主要是指人体大便的次数减少 间隔的时间延长 粪便在肠道内停留过久 因此而失出水分的润滑 而变得分质干燥排出困难 常常还伴随着腹胀、腹痛、食欲减退、害气、反胃等症状 分为气质性的和功能性的便秘 那女性和老年人是一发的人群 便秘的患病率高达27% 主要表现为便衣少、便刺少、排便困难 大便干燥硬结 有排便、不禁感 常常还伴有腹痛、腹部不适、失眠、烦躁、多梦、抑郁、焦虑等症状 便秘对于各年龄段的人都会产生影响 症状交轻的患者一般不会就医 但是如果便秘伴随着便血、贫血、消瘦、发热、黑便、腹痛等症状 则需要尽快的就医以排除其他的疾病 那中医讲中晚穴是便秘的福音穴位 它是位于人体的上腹部前正中线上当起中上四寸处 按摩此旋每次以一到两分钟 按摩的方法可以伸出双手的十指 中指四指并拢 用力的向下点到中晚穴上 力度以自己能够承受为准 坚持十秒钟松开 然后再点再松开 直到症状减轻 那今天鲁肉姐还给大家分享两个便秘的小偏方 第一个是取黑芝麻25克大米30克 将黑芝麻炒后盐细末备用 将大米淘洗干净 然后与黑芝麻一起放入锅内 加清水大火的煮沸 再改为小火煮至周成 此方可以滋补干肾 对于血晕肝咳便秘等症都有疗效 第二种就是取牛奶250毫升 蜂蜜100毫升 葱汁适量 每天早上煮热吃 此方可以滑肠通便 适用于习惯性便秘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不妨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同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